好,那就开始,北京周赛,197,用圣子,Obersnubus,回走 这个对局也是其实北京的算是经典一点 但最近沪山都是进步了多,所以看看谁是会有胜利,也不好说了 看看,好,通货成功 但是这个,Obersnubus来说,这个对局最麻烦的点是,还是沙弗洛斯的阻止回长和空后的距离 对,这个可能是最麻烦的点,但是,灰座来说,最麻烦的点还是狗状态的突然几下 尤其是在56左右,其实沙弗洛斯太轻,一下子会死的,如果特瑞的话 但是,先,回走也是不用特别,着急 对,虽然,Obersnubus也有过我的状态,但是,卓主,这个很漂亮 好,可以,但是,现在,卓主,但是,有状态是这个状态 对,没事吧? 对,这个沙弗洛斯的这个状态特别特别强 但是,are you ok? 直接使用 虽然被重攻,被反御也其实可能只有被抓了,所以,它是使用了 哇,ok 这个有点着急了 对,这个其实,虽然,特瑞的回忆场是比较难受一点 但,其实,下笔集结成功是比较麻烦 所以,这个,就好好看呀 好 红获,哦,这个很强,很好 好,现在,虽然是,瑟夫洛斯,有点没事吧? 五十六,真的,五十六,一些上币就有时候会死的 太轻了 对,太轻了 然后,那方琳觉得这个对局,你就是,瑟夫洛斯的注意是什么呢? 我觉得 应该是防止美国军事审吧 对,对,尤其是,它是百分之八十,对吧? 对,就是,对着一些连交就会死的 太轻了 对,太轻了 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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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个笑话是,瑟夫洛斯的体重不如他的筋 哈哈哈哈 因为,MASAMUNE是一般,他的重蹤是,应该是两米左右的 就是在这里 哦呦 对,所以这个 诶 诶? 其实跟特瑞达的时候,他的组织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特瑞达叫落地,这个落地,还有这个太着急了,太着急了 刚才实际上他没必要下笔,直接可以捅钱什么的 但他可能会特别想早点击下 这可以理解,跟特瑞达的时候大家都想早点击下 确实,没人喜欢让特瑞达一把 然后结果是现在那样 刚才是球怎么死的,我觉得会死 啊,没没没没 来了,这个,着急了就 好,现在7下,不好抽了 啊,这个可能是什么因素,我也不知道 啊,这个很可惜 但差一点差一点,刚才是欧巴桑的特别可惜 刚才在 啊,第二场开始了 好,第二场开始了 还是虚空城 你觉得为什么他选了虚空城 因为 嘿嘿嘿,没想过 是鲁鲁吗? 对,肯定是他选了 这个地图小吧? 是大,你看 哦 他是 那平面的 框比较,说的来说比较舒服 所以他选择了 哦,对 因为这个是 虽然是 塞菲罗斯的那个 利回能力 是 女主的 特别要稳 啊,这个是一个 如果刚才的 大跳 下臂 是 几乎他没有回来 对,如果你是大跳 下臂 反御的话 几乎都 太大了 哈哈哈 对,这个是一个技 哦 现在 对,因为 歐巴斯诺现在 不用交集 因为他现在是 就是 三条命 然后 回走是二条命 自然他有 吃板 但是真的 就是 没必要 那么多交集 对 然后现在歐巴斯诺也是 看看有机会 有机会就 可能67 真的 就 消灭 哈哈哈 81啊 这个是 好 对于特瑞来讲 哦 哦 这个 这个 还没死 但是 歐巴斯诺来说 非常非常好的 百分比的技 哦 这个有点 漂亮不必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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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16 哦 这个是确定的 对 但虽然确定 但是比较 没错 哇 这个48 DL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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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 这个48 真的 建议说明这是DLC2 对 但是 好多人说最失败的DLC2 是 Cartelos 有 好多角色都有 What George 他就这个对付了他呢 我就是 这个 太 思想思路 对他 他知道他落地 但是 太过于着急 而且他 歐巴斯诺已经看到他的一个落地之后 啊 韩币之后 就直接可以选 102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嗯 对 主要是 歐巴斯诺来说 直接想伤害 然后 歐巴斯诺来说 就先要 比较漂亮一点 等时 等时 这个还是 这个 好 哦 哦 对 时间有点不错 对 啊 OK 又来了 好像这个 哇哦 好像这个百分比的 对 哦 等了57 诶诶 哇 啊 有 啊 啊 715的王 这个 715的白神兵 这个选择的空或许很好 未来没凶 没死 但是下一个就会死 好 我把神仑 弄不弄击一下 哦 这个 哦 一只不让进神的话 对 还是很麻烦的 是有几 好 还没死 但是死不掉 100 翻的话 恐怖的一个 哦 这个 这个 但 这个 啊 哎呦 这个有点 太着急了 太着急了 好 2 比0 回头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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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